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徐州鐵鏈女事件引發大陸民眾排山倒海般的憤怒 就連中國網民激賞普京入侵穆克蘭的瓜操聲 也無法掩蓋這種憤怒 徐州各級政府不得不連續推出公告 試圖平息民憤 但引發更多批評 人們問中共這樣做不是使自己陷入塔西陀陷阱嗎? 塔西陀陷阱指的是一個公權力 如果喪失公信力 無論如何發言或處事 社會都會給予負面評價 這個術語得名於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陀 最早建築於中國美學家潘茲祥的著作 所以劫持了我們的美感 中國政府顯然失去公信力 反映在政府從縣到市到省的公告 充滿明顯的漏洞和假話 民眾不願意賣帳 問題是 這些政府官員公然連續炮製 充值著假話和漏洞的公告 難道他們不怕政府公信力破產嗎? 他們不怕田鏈裡事件引發的塔西陀陷阱 會讓他們的執政信用進一步削弱 提出了一個理論說當公權力失去公信力時 無論發表什麼言論 無論做什麼事 社會都會給予負面評價 這就是塔西陀陷阱 我們當然沒有走到這一步 但存在的問題也不能說不嚴重 必須下大氣力加以解決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 就會危及黨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 顯然習近平那個時候 還是挺在乎塔西陀陷阱的 那個時候他還知道戒句戒恐 還希望中共執政能夠保持公信力 至少保持表面上、口頭上的公信力 總明白如果中共真的進入塔西陀陷阱 會對執政不利 但八年過去了 中共的公信力愈見破產 田鏈裡事件的五份公告顯示 那些政府官員他們 連表面上或口頭上的功夫都不是去做 就連一向對政府馬首是瞻的環球時報 退休總編回錫進 都看出了索鏈裡事件的嚴重性 他說這個事件顯示 官方公信力已經非常脆弱 那個事件為執政黨敲響了再清晰不過的景中 但是我敢說 現在的習近平根本不在乎 他的政府是否陷入塔西陀陷阱 中共不在乎塔西陀陷阱 因為他們有本事、有資源、有國家機器 將關於鐵鏈裡的事實真相徹底掩埋 在隱瞞真相掩蓋事實 甚至是指鹿維馬方面 習近平政府早就玩到得心應手 縮能生口 2020年新冠病毒爆發初期 習近平隱瞞真相、改寫事實 將病毒來源引向美國 這次鐵鏈裡事件 各級政府掩蓋他們的獨織和參與 造假和塑士 上下勾連、航下一氣 將事件引向家庭暴力 至於有人不信 有網友一針見血地指出 人家根本不在乎你信不信 只是問你服不服 現在政府最感興趣的 是奪回罪事的控制權和主導權 和新冠病毒爆發初期 他們所做的任務一樣 中共不在乎塔西陀陷阱 也是因為他們早就確信 不講公信力不會損害他們的執政 他們可以像過去一樣地 迫害爆料者和維權者 一如既往地監管輿論 刪除所有不利於他們的微博微信 一如既往地不解決問題 但就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當年全國鬧三罪清安毒奶粉事件時 帶頭維權的受害兒童家長至連海 不是以被尋釁滋事罪 判出兩年六個月的徒刑嗎? 這次鐵鏈女事件至少有一百多人被傳換 參與聯署的大學師生 被官方要求撤出聯署 而描寫人口拐賣的救作 也被要求下架 在網上將貼的聲援照片也被刪除 可能還會有人受到更嚴厲的處罰 在這次鐵鏈女事件當中 很多大陸民眾選擇既不相信專家 更不相信政府 習近平政府公信力的破產 似乎已經無可救藥 但他們在乎嗎? 以上是微博的評論 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 我是程文 得過 那跟中共想有甚麼感覺 以前二位服文,現在才是 참認真 不呢? 欸